各位朋友今天分享的话题是 参与米撒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祈祷 本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多余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前几天有一位教友问我 他是神父 我每天除了念早课晚课之外 假如我有时间和机会 我再去参加一台米撒 那我参加的这台米撒 算不算一种真正的祈祷 可不可以跟我的早晚课相提并论 我听了这个问题之后 马上意识到原来还有教友 可能哪怕是非常少的教友 对于感恩纪米撒是不是祈祷 还存在着误解或者是无知 好那这个问题的答案 简单说来 百分之一百的百分之一千的 百分之一万的绝对的参与米撒 是一种真正的祈祷 而且是祈祷当中的祈祷 是祈祷的交响乐 是祈祷的圣业 凡尔大公会议这样描述 祈祷说感恩圣祭就是参与米撒 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员和高峰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们其他的祈祷 无论是私下的公开的 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公共的 无论是圣仪的还是圣事的 它的根基都是感恩祭 也就是所有其他方式的祈祷都发源于感恩祭 好像是感恩祭的延伸一样 那倒过来说 没有感恩祭 也就不可能存在其他方式的真正的祈祷 所以那个问题要倒过来问 我就不觉得惊讶了 神父 假如我在每天参与完米撒之后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 我在念早课晚课 那算不算是祈祷 真正的祈祷 可不可以跟参与感恩祭相提并论 如果问题这样问的话 那就OK了 但是他倒过来问 就觉得原来有人的确有这样的误解 那为什么教会要说感恩祭 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员和高峰 是祈祷当中的佳品呢 那我们简单想一下 有什么是感恩祭独有 而其他的祈祷方式没有的呢 当然就是领圣体啊 感恩祭的核心就是成圣体领圣体 这一点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得到 当然除非是有临终者或重病者 要去在弥撒之外送圣体 但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常态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每天都生病 都临终吧 所以作为一个常态的方式 只有参与弥撒 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圣体 那这一点 其他的任何祈祷方式都不具备 那我们知道领圣体是与基督结合 至少我们活着的时候 是与基督结合最好的方法 最亲密的方式 也是基督所愿意的方式 基督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我渴望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因此感恩记 我们也许应该以另外一双眼睛 来重新看待弥撒圣迹 重新看待 耶稣在世 他渴望而又渴望 与宗徒们吃的最后晚餐 也就是说 他渴望而又渴望 把自己一次一次的交给我们 让他成为我们 从天而降的食料 如果我们用福音的眼睛来看 用教会2000年的传统来看 我们应该对于感恩圣迹 更加的渴望 更加的有极其参与的心态才好 还有在感恩圣迹里边 除了领圣体 那个是圣迹理 感恩迹不是分两大部分 一个是圣道理 一个是圣迹理 圣迹理当中 我们会领圣体 那圣道理当中呢 我们亲密的接触天主的圣言 我们会读经 读经的时候 天主在向我们讲话 不是向我一个人 而是在团体内 向我们所有的人发言 然后我们会有 答唱有 我们就回应天主的讲话 我们还有福音 耶稣此时此刻 临在我们当中 然后呢 还有讲道 这些圣道理的部分 都是天主向我们讲话 然后我们向天主回答 这一来一去 以天主的圣言 成为我们生活的明灯 所以在凡尔当国会里边说呢 基督临在于感恩圣体当中 有四种方式 以特殊的临在于感恩 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当然毫无疑问的 最超越的方式 最独特的就是圣体 就是临在圣体当中 我们领圣体就是以基督结合 不是象征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像耶稣所说的 你们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们就有我的生命 第二种方式是临在于圣言当中 就是读经的时候 我们真的在听天主讲话 当上有我们用天主的话 回应天主的讲话 我们听福音 就是耶稣此时此地 在向我们发言 这是第二种方式 基督临在于感恩圣体当中的 四种方式的第二种 是临在于圣言 第一种是临在于圣体 第三种呢 是临在于主理身上 就是主持弥撒的那个人 除了神父就是主教 当然也许因为不同的神父 不同的主教 他们主持弥撒的风格 有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认真 有的人可能比较粗糙 有的人可能有准备 有可能准备不足 或者有外界的因素 导致我们觉得 不同的主理对于我们的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一点 耶稣甘愿以此方式 临在于主理身上 就是愿意我们感受到 当那个主理引导我们的时候 他赞美的时候 我们赞美 他感恩的时候 我们感恩 然后他念导词的时候 我们聆听 所以的这些都是 仿如基督临在于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一样 所以主理也是基督临在的方式之一 还有最后一种是 临在于全体会众之中 耶稣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说哪里有两三个人 因我的名聚在一起祈祷 我就在他们中间 那当然毫无疑问 耶稣特别临在于 弥撒 弥撒是公共的祈祷 不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都没有 就不能做弥撒了 所以弥撒是公共的祈祷 跟你一个人念早课晚课 是不一样的 这是教会说的 基督临在于感恩圣体当中的 四种方式 这四种方式 每一种 其实你在感恩圣体之外 都比较难找到 难找到真正的基督临在 可以跟感恩圣体 这四种方式相提并论的 你找一下 非常难找到 还有 也许有教育会误会 哎呀 那我一个人念早课晚课的时候 我感觉基督好亲近 我参加弥撒的时候 好像乱哄哄的 那么多的人 好像那个心灵上的 好像不够靠近似的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 有些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 去弥补的 如果每一个教友都能够认真 都能够提前去准备 或者每一个主持弥撒的人 也都能够认真投入专注 那么我想它的效果会相当不一样 所以并不是感恩基本身有什么问题 可以让我们分心的 而是外在的因素 还有也有的教育说 哎呀 那参与米撒的时候 我就不能一直在求 这个也是个误解 感恩基里边是不是有求恩 是不是有谢恩 是不是有赞美 是不是有悔罪 所有祈祷的种类 其实在感恩基里边都可以找到 反而你祈祷的时候比较难 难顾及到所有的方式 我们米撒一开始 我们就悔罪 悔罪是不是用祈祷 当然是向天主忏悔 然后悔罪完了 就是光荣送了 就开始赞美天主了 光荣天主了 还有整台米撒 为什么叫感恩基 是不是在耶稣内 向天主表达感谢的机会 那这样的祈祷的内容 反而祈祷的面向 反而是我们个人祈祷的时候 所难以兼顾到的 我们个人祈祷的时候 反而常常是求恩 我们可能忘掉了感谢 忘掉了赞美 忘掉了忏悔 忘掉了跟别的人团结在一起 忘掉了为整个世界祈祷 大概我们的圈子很小 我个人祈祷的时候 可是在弥撒当中呢 我们是整个团体 向天主或者忏悔 或者感恩 或者赞美 或者送谢 或者朝拜 或者宣认信仰 当然还有求恩 心有导致的时候 你看 无论它的方式 还是它的内容 感恩圣祭的 这个祈祷的面向 都是最完美的 都是最全面的 无怪物教会会说 感恩祭才是 祈祷当中的祈祷 是祈祷的根源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误解 对感恩祭是不是祈祷 但如果有的话 我们还是要转变我们的观念 用耶稣的眼睛来看感恩祭 然后回应耶稣的邀请 去积极地参与感恩祭 把感恩祭视为是 我基督的生活当中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天堂的预长 就是参加感恩祭的时候 仿佛在天堂上一样 那这需要我们做什么 这需要我们准备 这需要我们渴望 这需要我们专注 这需要我们全情的投入 也就是教会 在礼仪当中所说的 要积极地主动地 全面地 有效地参与感恩祭 我知道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们参加米撒 都是有一些 就是好像 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好像是走一个过场 好像是热闹热闹而已 可是有些问题 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改变 可以改善那个效果 可以增加那个效果 可以改善那个状况的 那有些客观的因素 也许是你改变不了的 但无论怎么样 耶稣的确 以最强有力的方式 以最超越的方式 以最他喜悦的方式 临在于感恩圣经当中 所以让感恩祭 成为我们个人祈祷的 全员与高峰 基础与结果 让我们积极的参与 感恩圣祭 并记得耶稣所说的话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好 谢谢大家